Bootstrip 网站介绍 那我们一样点选右手边这一个图示 好 那这个地方是Bootstrip的官方网站 把它点一下 好 那这个官方网站呢 他有让你 下载Bootstrip的原始档 那里面有告诉你如何开始使用 Bootstrip里面的这些功能 那还有一些CSS的一些 规则 还有一些 原件 像这个原件 特别可以推荐一下 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图示 那这些图示我们都可以直接拿来套用 不用自己去画 非常的方便 那甚至有一些 比较 快速 不用写太多程式码的一些JavaScript的 一些 特效呢 我们都可以从这里面直接拿来套用 好 那为什么这些网页的开发者 会这么样的 快速的加入 Bootstrip的一个阵营 那底下这里有两个表格 如果你用Bootstrip去做的话 很快速把它产生的这个表格就仅然有序 如果你用 传统的这个 HTML的语法下去写的话呢 你要调成上面这样 就要调得非常非常的久 好 那像他的语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加了一个 一个属性而已 只要一个class name 这样子就做完了 好 那 那 像我们 有时候我们经常也会去 写一些这个叫做 下拉式选单吗 或者是上面的这个选单 那 我们也只是嘛 写了几 几句话而已 那么下 这个 这些选单就做完了 好 那像我们如果要做这么漂亮的一个 按钮 这些按钮呢 好 我们也只是给他一个 一个 这个 Button 再加上 class的名称 他class的名称 只要输入一个VTN 这样就做完了 非常的简单 好 那 像我们 在做网站一定都会有分页嘛 好 那你看 他的语法 他的分页的语法就只有这么简单而已 只要告诉他class的pagination 他就自动帮你把分页就做好 那上一页下一页这些嘛 JavaScript的这些 呃 东西呢 CSS的 问题他都一次的帮你解决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套用这个 Bootstrap网站的这一个 既有的这些嘛 样式呢 好 那我们只要输入 class的名称 就可以很快的去套用到 漂漂亮亮的这些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个 录音档特别推荐 Bootstrap网站的原因